五 四 三 二 感谢海涛法师 感谢生命电视台 下面我们继续来讲一下英国的故事 下面一个故事的题目是 受恩必报 先姚安公姓严俊 门无杂宾 一日与蓝旅人对语 呼于兄弟于为礼 曰此送慢诸曾孙 不相闻久已今来见之 铭记兵乱 如曾祖年诗意 流离隔马间 赖宋慢诸得存也 乃为委屈 性情严峰 家里边不许有乱七八糟的人 不和乱七八糟的人交往 人和人交往 中国人有话 叫做 人以群分 人以群分 物以类居 我们要看一个人怎么样 看看他有一些什么的朋友就能够知道 有一天 季晓兰的父亲和一个衣衫蓝旅的人对话 也就是说 这个情况和他平时的那种非常严峻的加峰啊 有一点不一样 奇怪 而且呢 而且呢 他把季晓兰和季晓兰的其他的兄弟们都叫过来 给这个人做礼 对他们讲啊 这个人是宋曼珠的曾孙 已经是好多带下来 我不听说啊 他们已经很久了 今天啊 有姻缘见到了 在 明末的时候啊 冰乱 你们的 曾祖父 那时候啊 年龄也仅仅才有十一岁 曾经啊 在战乱当中流离失所 以后呢 遭到的灾难 幸亏呀 幸亏呀 依赖宋曼珠 才能够保存下性命 意思是说 宋曼珠啊 是我们家的恩人 现在呢 宋曼珠的曾孙 他 他 到了这种地步 但是 也还是恩人的后代 我们仍然要 知恩 报恩 于是啊 孙晓曼珠的父亲 就想方设法为宋满珠的后代 安排生计 让他能够生活的好一些 下面这个故事继续说 因戒于兄弟曰 一所当报 不必谈因果 然因果实意不守 惜某宫 受人再生恩 富贵后 是其子孙灵涕 莫如莫露 后病困 方服药 恍惚见其人手二闸 皆未封 是之 则当年起旧书也 富贝于帝约 无死晚矣 世息足 于是季晓兰的父亲 就对他们兄弟几人讲 讲义气的人 一定要知恩报恩 不必谈英国的大道理 但是只要你知恩报恩 英国的道理就一定在其中了 如果不知恩不报恩 或者恩将仇报 那么英国呢 也在其中 过去 曾经有一个人 受了别人的再生之恩 也就是说被别人救了 他富贵以后 看到恩人的子孙 凌落 生活不好 宛如末路 好像不认识一样 他富贵了 有能力去帮助 他不帮助 以后这个人呢 他自己 就得病了 得病以后啊 他要吃药啊 在恍惚之间 他看到 有人呢 给了他两封信 这两封信呢 没有封口 于是他就打开看 打开一看啊 正是当年 他写信 求自己的救命恩人 帮助的时候的信 正是他原来写的信 意思是说 你忘了吗 他一看呢 他知道自己对恩人 没有报答 于是啊 他把这个喝药的杯子 扔到了地上 他说啊 像我这种人 死得太晚了 他自己知道 自己这个因果啊 当天晚上就死了 我们看古人呢 他对这个因果 是很重视的 就是这样一个坏人 当这种报应到来的时候 他是知道因果的 所以他知道自己完了 也不用吃什么药了 没有用了 所以干脆把这个杯子 用了 当天晚上就死了 这是纪晓兰的父亲 对纪晓兰和他们的兄弟们 亲口讲的这样一个故事 那么前后加起来 告诉我们呢 滴水之恩 我讲经的时候经常讲 知恩不报 非君子 另外呢 如果我们施恩于人 我们施恩图报 也非君子 如果我们做了好事 把它忘掉 如果别人有恩于我们 不能忘掉 要经常想办法 怎么去报答 下面一个故事的题目是 神迹 何间逢树然 粗痛笔杂 骆驼经世十余年 每遇机缘 折无成就 甘取于人 率口慧 耳食不至 穷愁抑郁 因启梦于 吕动寺 吕仙寺 因启梦于 吕仙慈 夜梦一人 欲之曰 而无恨 人情宝 此因缘 而所自造也 而过去生中 习以虚此 伯长者名 团长者名 欲有善事 心之必不能举野 必也再三怂恿 使人感耳之赞成 欲有恶人 心必之不可待也 必再三深血 使人感耳之拯救 随于人无所损意 然恩皆归而 愿必归人 机巧 以为太甚 且而所赞成拯救 皆而身在局外 他人 任其厉害者也 其事 稍稍赦于耳 则退避 唯恐不速 做事其人至分腻 随一举手之力 亦淡凡不为 此信尚可问乎 由事思危 人与耳 貌合耳情疏 外观切耳心 漠视 亦虎不义 鬼神之责任 一二行事之师 忧可以善底 至罪在心术 则为音律所不容 今生已以 免修未来可也 后果 含恶以终 这个故事的题目啊 是说 神灵 忌讳 人的 奸诈 技巧 也就是说 为人 要诚实 要诚恳 你表面上 伪善 心里边 不是 一致 言性不一 最后怎么样呢 仍然有果报 河间有一个人 叫冯树然 他诗字会写一些文书 那么也曾经到京师 混了十几年 但是啊 每次一遇到了好的姻缘 总是不能够成就自己的好事 总会失去机会 他要去求人的时候啊 往往都是答应的很好 最后没有实际行动 他不能够得到实际的利益 因此呢 穷困 潦倒 当然呢 他也 要求一求 神灵 于是呢 他就去求 这个 吕洞宾呢 道家 八仙之一 吕洞宾 这个吕洞宾在佛教也算一个奇人 他从道家转到了佛家 有一个转变过程 晚上他做了一个梦 人家就跟他说 你不要恨 别人对你没有人情啊 人情淡如水 你不要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因缘 是你自己造的 你在过去生中 不是这一世啊 你在过去生中 你就喜欢 用虚情 假意 对待别人 你说种种的虚妄的言词 来博得好人的名誉 碰到了好事 你心里边知道 这个好事啊 做不成的 但是你再三的鼓励别人去做 使人家呢 感到你这个人呢 是好人 如果碰到坏人 你知道 这个人呢 一定会受到惩罚 但是你再三的为他辩解 使人家感到啊 你是一个要救人的人 虽然你这样的做法 对他人 没有什么损坏 也不会有什么利益 但是啊 好处都是你得了 不好处都是归他人 因为你很会用心计啊 你不掺到事情的当中 你一直呢 深知局外 不管他好和坏 你都没有损坏 你用心良苦啊 如果有一些事情 稍稍的会涉及到你 你赶快退避三舍 把自己洗刷的干干净净 做事别人遭难 就算你 举手至劳 能够救别人 你也不肯做 你自己现在 问一问你的良心 这样做 这样做对吗 所以你这一生啊 你碰到了困难的时候 你求别人帮忙 别人对你也是这样的态度 表面上看来跟你挺好 实际上贸合神理 表面上看来要帮助你 实际上没有实际的举动 你认为你认为啊 因果怎么样 鬼神如果责备人的话 那么如果做错了 还可以补救啊 但是如果你用心计 表面上你得了好处 但是因果的规律 他不会放过你 你今生啊 就这样了 为什么 你今生也没有继续 改掉你的毛病 因为他在京师啊 混饭吃 给别人写东西 同样还是这个习气 因此命运不会改变 你继续受因果的惩处 现在你既然求 履仙 那么就托梦给你 讲这个因果 让你明了 后事可以补救啊 后来这个人呢 果然又动又饿 就死掉了 可见呢 虽然给他讲了这样一个因果的道理 他在往后的日子里 仍然没有能够觉醒 没有能够改过 后面的很多故事会告诉我呢 怎样能够改过 来做好事 然后转变命运 因为命运的改造呢 是要靠行动的 你去求神灵 但是你不做实际的事情 还是没有用 现在我们有些人呢 喜欢到寺庙里边去抽签 求佛菩萨 求神灵呢 保佑 来帮助 可以不可以呢 可以 前两天我跟一位居士说 佛菩萨为了接引你 可以预知你的一点点福报 把你未来的福报 给你现在用一用 人的福报呢 是前世修的 你求到以后 也是你命里边有的 你命里边没有的 佛菩萨不能给你 你要用掉了就没有了 你必须利用这个机会 再增加去做更多的善事 这样才可以 你的福报才会增加 你的命运才能改变 如果你不懂的 你一次又一次的求 求到最后呢 看起来就似乎不灵了 因为佛菩萨 不能把你的福报 全部给你预知 还要留一点呢 你不再增加 你不再修行 怎么可以呢 是不是佛菩萨不灵 佛菩萨永远都灵 那是你自己不灵 你自己不救自己 所以这个道理明白了以后 我们活在世间 没有什么可愿 好 我们再来讲一个故事 下一个题目叫 大事慈悲 苍州插花庙 你 姓董事 欲大事诞辰 致共聚将毙 护决威眷 一己 战兮 恍惚梦大事与智悦 而不献贡 我亦不羁 而己献贡 我亦不家宝 四门外 有流民四五倍 岂时不得 困恶将待 而错共聚以犯之 功德胜共我十倍也 惑然惊醒 启门出世 果不谬 自是每年 共聚 县地 皆以施盖者 约 此菩萨一也 苍州地区 有一个插花庙 庙里边 有一个尼姑 俗家姓董 遇到菩萨的诞辰 他就来 供养 制办种种的供品 然后来供养 佛菩萨 有一天 他感觉到 有一点疲劳 那么就靠在 供桌的边上 休息一下 恍惚之间 他就梦到了 菩萨跟他说 你不用来供养我啊 因为我也不饿 就算你供养我 我也不会在宝上 家宝 不需要了 现在你赶快出 你的寺门 看一看 有四五个 流浪的群众 他们去 其实没有得到 就快饿死了 你赶快拿着 这些供具 来给 供品呢 给他们吃 你这样去照顾他们的 功德比供养我 大得多了 十倍不止 突然他惊醒了 惊醒了以后出门 一看 果然如此 赶快 把这个供品呢 都撤下来 让这些机民呢 供他们吃用 以后 这位比丘尼 每年上供 撤下来的 都去 给贫苦的人 来用 而且他说呀 这是菩萨的意思 这是菩萨教我这样做的 这个比丘尼很朴实 所以 上了供以后 是不是佛菩萨吃我们的供品呢 佛菩萨其实是不需要的 佛菩萨要我们的就是那一片虔诚的心 供养的心 有这个就足够了 修行到了成佛 不需要吃任何东西 也不需要睡觉 为什么佛菩萨也视线吃饭呢 那只是视线而已 所以撤下来的供品 基本上就是我们用了 那如果我们能够遇到这样的因缘 有人需要帮助 那么就给这些需要的人 比我们自己用了更要好得多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 如果社会生活不是很困难 我们撤下来以后呢 都是分给了信众 信众把这个供品拿回去 再分给自己的老人 家里的小孩左右的邻居 或者把这些供品呢 送到孤儿院 敬老院 让这些老人小孩也能够用 用这种方法呢 来广皆善缘 广众善根 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 供养佛菩萨的供品 端到桌子上 我们要举行一定的仪式 念供完了以后 如果还没有到时间撤供 那么还要等一下 因为有的人可能还在继续上供 这时候如果有小孩子来了 我们看到小孩子很可爱 有的人会比较随便的把这个供品拿下来给小孩子 这个要注意 你要撤供的时候 要把整一盘的撤下来 不要拿其中的一两个 另外一定要通过四里边的人 不要自己随便拿 即使是四里的人 师傅或者常住的居士 也要如理如法 这样才不违背因果 但是我们也绝不能浪费 如果放在那里 大家都不用 说这是寺庙里的东西 不可以拿呀 确实供养三宝是寺庙里的东西 但是寺庙里要回馈大众 这些食品不能放的时间长了 要赶快处理 所以都要发给大家接缘 大家欢欢喜喜地拿去 辗转去广接善缘 这是如理如法的事情 好 这一次我们先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